再来就是关于教育 教育方面我们年轻人失业率非常高 但我们体现到现在外劳的政策里面 非专业在教育领域有1,500多人 专业人士也有1,500多人 这些是否可以退出 因为我们澳门有很多人才 还有最过分的就是非专业 现在我们澳门的失业率这么高 有1万4千7百多人是没有工作的 1万7千多 1万4千7百多人 所以这里是否可以腾空一些空缺 来填补澳门人 刚才我们也说到我们的翻译人员很辛苦 但事实上这些翻译人员现在的状况是如何 缺不缺乏呢 因为长官上任之前 前任的行政长官都说到 差几百个翻译人员 现在的状况是如何呢 翻译人员包括政府的翻译人员都有外劳 什么时候可以我们澳门的翻译人员 好像在后面那些这么辛苦 可以填补这些职位呢 我也想听视障关于这方面的事情 另外就是我们澳门大学也有个澳门大学基金会 澳门大学基金会里面的运作 究竟可不可以帮助澳门大学的毕业生 或者毕业之前和民间企业合作 早点给他们拿经验 从澳门来说 这个确释是不是澳门基金会 澳门基金会可以扮演这个角色的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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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